上一世大学毕业的我 不听我爸的话回家继承家业 飞带着被驴踢的脑袋和二百万去乡下找男朋友 最后前一分没落着 还被渣男和他的老乡好扔出了大门 活活为了丧失 这一生我不装了 住在三百坪的大坪层 坐用一整片别墅群安心躺平 顺便首次渣男 他不香吗 手机叽叽喳喳的铃声把我从噩梦中惊醒 梦里是大学 相恋了两年的男朋友恶狠狠地甩着我巴掌 拳打脚踢 但我出去找吃的场景 我惊魂未定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听着渣男在电话那头放屁 亲爱的 我妈说了 彩礼二百万 你不给我 就是不爱我 这话和上一世一模一样 我重生了 真的重生了 我狠狠掐自己一把 看了一眼手机 日期回到了丧失爆发的十五天前 燕燕 你在听吗 二百万对于你爸来说也不是什么大数目 咱们俩结婚也得要钱生存啊 你知道我有多爱你 怕 我果断挂了电话 一万只草泥马蹬腾而过 你他妈谁给你的脸来和我要钱 上一世被丧失八批十股的撕裂感 还历历在目 这渣男 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 不然都对不起这次重生的机会 我快速的理了一下思路 然后找到我爸 我爸就是你们心里最讨厌的那种人 房地产开发商 爆发户 很凶很有钱 我找到他的时候 他刚刚接到相关部门允许新开发的别墅区 开盘销售的消息 饿得合不拢嘴 我心里嘀咕着 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我该怎么开口说 我爸才会相信呢 爸爸 我给你说的是 你答应我 不要觉得我有病 也不要质疑我 能做到吗 我爸有点猛 还是点了点头 爸爸 你还记得我大学时候找个男朋友吗 话刚起头 我就不争气的哭了起来 我把所有的委屈 不满 心酸了都哭了出来 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就去世了 我爸那时候生意做得还小 他很忙 没有时间管我 我从小性格孤僻 心里缺爱 所以渣男对我简单的是好 我以为就遇到了白马王子 我连哭连说 稀稀溜溜的 把上一世的遭遇说了一遍 望着我爸 不知道他听懂没有 现在流的泪 都是当时脑子进的水 哭一哭 挺好 放放水 我去 我爸的话让我目瞪口呆 哑口无言 话虽然不好听 确实有道理 我相信你 因为你从小到大 很少哭 每次一哭肯定是受个大委屈 我爸语气平缓 却让我感觉鼻子发酸 他原来这么了解我 我还总是抱怨他不爱我 让你受苦了 这回爸爸一定不让你受委屈 这次我们不仅要应对危机 做足准备 还要让那个渣男吃点苦头 我爸的目光变得凌厉起来 让人不寒而栗 现在还不能和他翻脸 他不是想要钱吗 那咱们就 听了我爸的话 就一个字 牛掰 上一世我爸就坚决不同意 我们两个事 是啊 就像我爸说的 放眼这么大的城市 有钱的 有权的 有颜值的 你都不要 非找个有嘴的 正当我和爸爸商量怎么样 应对末日危机时 渣男的电话又来了 妍妍 你怎么挂我电话呀 你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 恨不得立刻去市里看你 换以前 我一定感动得一塌糊涂 现在我听得直犯恶心 呃 手机没有电了 然后我爸说公司有点事 让我来一趟 你爸公司怎么了 没事 当然是有好项目 来找我爸投资 对了 这次拆迁开发 好像正是你农村 真的吗 妍妍 你快帮我问问 咱爸是哪条街 哪一块 嗨 石墙 这八字还六一匹呢 而且大人的事 我也不好多嘴 我只关心我爸什么时候 给我这二百万彩礼钱 妍妍 你真好 爱你 摸摸大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亲吻声 真是恶心他妈 给恶心开门 恶心到家了 挂了电话 我爸脸色铁青 那叫一个难看 爸 咱们快选择住的地方吧 那些丧尸都贼厉害 咔咔这么两下 就能把人脖子咬断 掰断你的胳膊呀 就跟玩似的 我边比话边说 尽量说的幽默一点 掩盖我上一世的痛苦和惊慌 闺女 都怪我没有照顾好你 爸爸突然眼眶有些发红 开盘销售的事 我就吵着和他要两百万 拿着去扎男家 刚去就爆发了人咬人事件 我被困在他家 才知道他在农村里 还有一个老乡好 不仅一身相许 还怀了他的孩子 家里没有多少吃的 根本不够我们三个人吃 老乡好站着有韵在身 每天叫滴滴的 什么都干不了 他们天天逼我出去找吃的 找不到吃的 就是一顿毒打 不被丧尸咬死 也会被他们活活打死 这套别墅是整个别墅区最大的 用的是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能扛住七级地震 早就为你装修好了 本来想做你的婚房的 爸爸说到这 意味深长的看了我一眼 没有再说什么 我放眼望去 这一套应该是别墅群的中心地段 连房子带院子 做地面积大约400平 在里面最为显艳 房子一共五层 地下两层 地上三层 最上面一整层大屏层 用防弹玻璃造成 并不是全封闭设计 最外侧的可以打开 玻璃顶都采用了特殊材质打造 透光 却不像普通玻璃防热的 能把人蒸发一样 哇 简直让人爱到骨子里 骨里的装修是蓝绿色的地中海风格 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房子里空雕 电气 抽油烟机 这些东西因应俱全 只是这些东西 应对末日还是有些单薄 我和老爸分头行动 他负责建造末日生存堡垒 我负责物资采购 他把别墅外的普通栅栏拆了 重新建造了三米的围墙 上面插着尖刀 挂满了高压电网 老爸说 末日之下 最难防的不是丧尸而是人心 接着他又把所有的墙做了加固 把所有的普通玻璃 全部换成防暴防脱盔的玻璃 老爸觉得玻璃大层层始终有安全隐患 又在外面安装了猛钢钢筋 索性把把整个别墅的玻璃窗都安装了 又在地下二层建了个体育馆 里面乒乓球 抬球 健身用品 应有尽有 别墅群整体建设还没有完工 老爸打从改造别墅开始 就宣布停工 开盘销售的事也没有公开 他遣散了工人 只留下一些外地的工人 为我们重新弃墙 加固 换门窗 同时安装太阳能发电机 打造蓄水池 水源净化装置 垃圾处理装置 他们利用大平层和将近一百平的院子 打造了一套简单的水电 垃圾处理生态系统 除了这些 我们又在楼上和楼下找了两间卧室 分别打造了火炕 厨房也分别做了壁炉 并做好排放管道 看着这铜墙铁壁般的围城 我爸还是不放心 就把整个别墅群 用坚硬高总的围墙围了起来 用老爸的话说 没买之前都是自己家的 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嗯嗯 我爸说的对 有钱就是豪狠 爸爸戴着安全帽 看着蓝图亲自监工 工人们马不停蹄的工作 因为爸爸隐诺了他们三倍的工钱 别墅群开盘后两年内交房 所以整个别墅群里 除了工人 甚至我和爸爸两个人 三天的时间 这些工作全部完工 而我从某冬某宝 某衣上买的五个双开能大冰箱 五个电磁炉 五个电炒锅 三个电饭锅 以及都是上百香的方便面 挂面 火铁肠 各种肉罐头 压缩饼干 自热火锅 素冻饺子 薯片 桶舟水等素食 洗发露 沐浴露 卫生用品 牙膏 牙刷 毛巾等生活用品 还有一些洗碗筋 洗涤灵 这类的厨房用品等 陆陆续续的 也收到不少 为了不引人注意 我都是分批 分店铺 分地址 进行购买 我们俩 家和别墅两头跑 买了班 班了买 累得筋疲力尽 距离丧失爆发 还有十天 我们把除了 留出卧室以外的空间 按需求 分门别类的存放好 必要时 做好标记 谁也不知道 这场灾难 要持续多久 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这几天我都忙着 准备物资 存放东西 把渣男的是 忘到酒消云外了 燕燕 你这几天 怎么做理我 我好想你啊 男人 我装作一做 好开心的样子 我也想你啊 这几天太忙了 我爸公司要 投资新项目 老爷子让我跟他学学 以后 毕竟也要来公司上班的 什么项目这么重要 再重要 有你的婚事重要吗 燕燕 你看你什么时候 来送彩礼啊 我就知道 黄鼠狼得期拜年 能有什么好心 我爸说了 这个项目 要投很多钱 但是也是一本万利 给资金回笼了 给咱们五百万都行 可是眼下 还是得解决 眼下资金不足的问题啊 不说了 我得去开会了 面向社会公众招商 这回啊 人人都能当股东 燕燕 是你上次说的 我们错了拆先改造的是吗 对对 先挂了 我赶紧开会去了 我赶紧挂了电话 再多说一句 感觉都要吐了 因 渣男的微信来了 燕燕 拆哪里的房啊 我怎么没有听说 幸好我早有准备 做了一份假文件 拍了第一页给他 上面写着拆好几条街 要重新建造住宅小区 盖商业广场 凡是投资者 皆可分到红利 到时候可以低价购房等 这么好的项目 你怎么不早和我说啊 这不是刚刚出台的吗 还没有扩散消息 我看你家也不在拆先范围 所以就没有可能说 投多少钱这行吗 你看我可以吗 女儿终于上钩了 这个政策啊 值得拆先户更友好 要不咱还是算了 你家也没有钱 我爸妈还有套房子 在拆先范围里啊 投多少钱 就要给我打钱一样 还是算了 你家的情况我也了解 既然有在拆先范围内的房子 就等着拆完了分房吧 盐盐 文件上写的投资的话 可不光分套房那么简单啊 你这肥水不能都留给外人吧 我现在就去筹钱 都出都 石墙挂断了电话 我给他发了条微信 现在还只是面向市里招商 回村别乱说 名额有限 小心别人抢占了先机 我对这个渣男 根本没有抱什么希望 毕竟他家很穷 和我说的那七彩 现在想想 当时也不知道是涂它什么 就像我爸说的山珍海味 吃多了想吃个咸菜尝尝 我脑子真的是被鱼踢了 我一边后悔 一边抓紧时间购买物资 茶落不缺 看看我们的大别墅里还缺什么 我爸相当给力 陆陆续续拉回来 好几车家用发电机 把他们充好电 又把蓄水池蓄满水 倒计时进入五天 我们采购了大量的药品 感冒的 消炎的 应有尽有 一些防身武器 我爸不知道从哪搞了把长枪 他说年轻的时候 最爱上山打兔子 袍子 我可是从来都不知道 他还有这么英俗大爽的时候 我和老爸去超市 又买了几十斤米 面 油 各种调料 拉了满满当当 一大车回来 我爸又买了各种肉类 涮的 炖的 炒菜的 剁馅的 把家里所有冷冻层都堆满 终于有时间 自己在家做做饭了 爸给你天天变着花样吃 我又去买了好多衣服 从内衣内裤 裤衩背心 长袖短袖 加绒加绒的睡衣 爸 万一遇到什么特殊的天气怎么办 电影里都这么准备的 应该没有错 我们俩吼吼吼吼的回到家 太阳已经下山了 又是辛勤劳动的一天 晚上我爸带我去吃了我最爱的火锅 嗯 我得多吃点 过几天 肯定吃不到我 七 倒计十三天 我刚准备和我爸出去买买买 渣男打来了电话 盐 钱我准备好了 但是你得亲自来拿 我爸朝我点了点头 我痛快的答应了 时间不多了 我去买蔬菜 土豆这些东西 爸爸给你找两人和你一起去拿钱 一队一百八十身高 身穿黑色西服 一身健子肉的的男人们很快就到了 这就是我爸说的 两个人 简直太酷了 池墙的村子离市里不远 两个小时就到了 想起上一世我客死他乡 气就不打一出来 盐盐 你终于来了 我妈亲自下厨给你做了饭 快来尝尝 池墙一脸虚心假意的 和他爸妈出来迎接我 我有点受宠若惊 上一世只有池墙等着我的二百万 搂着小三像看傻子一样 看我的笑话 你我签个字 你把钱给我 后期什么时候竣工了 你就等着数钱吧 池墙笑得合不拢嘴 还是盐盐最好了 对了 你看 咱爸什么时候给彩礼啊 毕竟咱们得赶紧结婚不是 放心吧 我爸说了 等这阵子公司周转开有了钱就给 不过还得等几天 因为毕竟现在官方还在封锁消息 目前只有小部分股东投资 我一脸真诚的满嘴胡说 演技一级棒 盐盐 这样吧 没有彩礼给房也行 你看我爸妈为了给你家凑钱 把那套不拆的房都给卖了 现在我们一家人挤在这老房子里 有点太紧张了 你看 你爸有那么多楼盘 随便给我们一套 对吧 池墙一边说 一边朝我姐妹弄眼 我心里泛起真正恶心 好啊 等结婚我们都是一家人了 不就一套房吗 结婚就是一家人了 你爸妈就是我爸妈 我这就回去给你们准备 你们啊 赶紧收拾收拾东西 就把之前的拿上就行 家里的吃的东西 用的东西赶紧清理清理 就不要带了 我都给咱爸妈准备好 太好了 盐盐 我真是太爱你了 我一定对你好 对了 我还有个表妹 没有读几天书 没有文化 能不能把她也带上 到时候给咱们做个饭 收拾个房间什么的 给口饭就行 原来给我准备了这么多大礼 我当然知道 她说表妹是谁 我以前真是太小看她了 总觉得她为人憨厚 觉得穷脸没事 对我好就行 原来我真是吃人之面不知心啊 好好好 你妹妹不就是我妹妹 我一连假笑道 赶紧签合同吧 我赶紧回去 帮咱爸妈办手续 这是一百万 你可得拿好了 石墙拿出张卡 颤颤巍巍地递给我 一脸不舍的样子 一百万 我吃惊地张了张嘴 不知道该说什么 又和尚 妈的 和我扑穷了两年 他的鞋子 衣服 包 手表都是我花钱 合着是拿我当救济站 给家里省粮来了 居然拿出这么多钱 还是我爸说的对 永远不要相信男人的嘴 石墙的手用力抓着卡 我抽了一下没有抽出来 狠狠一拽才拽出来 你找个银行 把钱打到咱家公司的账上 我找了个保镖 把卡给他 这回我可得多留个心眼 很快我手机一震 哈哈 钱到账了 我努力收起不由上扬的嘴角 石墙啊 钱收到了 合同也签了 你先安排爸妈准备搬家 我先走了 三年以后见 摸摸打 我会想你的 要不 你别走了 我儿子听见念叨你 三天后啊 和我们一起走 石墙的妈妈突然冒出来 拉着我的手甲装 一副舍不得我的样子 对啊 对啊 盲松开了手 吓得往石墙身后躲 阿姨 我也想留下 可是今天回去有很多事 最最要的是 赶紧把你的合同交给公司啊 我心里一阵冷笑 都是千年的狐狸 和我玩什么聊斋呢 我带着一对黑衣男子 浩浩荡荡地离开了他们村 心里得意极了 回家我开心地把平板打开 一阵倒呼 石墙家的监控画面 卧室 客厅 厨房 大院都出现在我眼前 看着石墙一家人 疯狂收拾东西的样子 我满意地点点头 这下 末日里无聊的时间 可有地儿打发了 距离丧失爆发还有两天 我把老爸给买的两箱充电器 强光手电孔 停板 手机还有一些电子设备 都充满了电 上一世我只活了五天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水停电 我爸已经把蔬菜 葱姜蒜 水果都已经存放好 又在院子里的空地 种了一些蔬菜的种子 才是我爸想的周到 我爸又带我去了趟超市 买些零食吧 酸奶面包 薯片辣条 我看家里没有这些东西 我都多大了 还吃这些 嘿 在爸眼里 你永远是个小女孩 快买吧 明天咱们就不出来了 老爸 一会儿我带你麻辣烫吧 可好吃了 我和我爸逛完超市 强行安利 他吃了顿街边的麻辣烫 倒计时一天 我一觉 睡到自然醒 掏出手机 会接来电十个 微信无数条 燕燕 在吗 我们都准备好了 我妈一直在夸你呢 燕燕 明天什么时候去找你啊 燕燕 你给我们找的房子 什么样的呀 我看的消息 狠狠地翻了个白眼 我随便找了个 我爸朋友圈的房子 发给了吃墙 明天早上十点 我出发去接你们 回来我爸说 给你们接风洗尘 亲爱的 明天见 我赶忙给这个 细节鬼发了微信 我先稳住他 明天早上十点多 我记得丧失病毒爆发 世界乱成一锅粥 倒计时12个小时 我以为这晚 我要失眠了 没有想到 我睡得很好 果然没心没肺的人 睡眠质量都很好 早上醒来 已经是9点 我见我爸的卧室 被一面巨大的监控墙 给震撼到了 是我家这栋别墅 和整个别墅群外围的 视频监控 可太扭了 铁通一样的城堡 不躺平都难了 恐怖的时刻终于来了 网上全是人咬人 然后大家口吐白沫 眼睛发绿 一起变异的视频 很快新闻联播 播出了咬人事件 让大家赶紧囤好物资 不要出门 DJ正在想办法进行救援 虽然经历过了这场灾难 但看着视频里 触目惊心的画面 还是头皮阵阵发麻 饿了吧 想吃什么 我去做饭 相比起我的恐慌 我爸倒是格外干定 我想着 从网上再多下这些东西 来打发日后的时光 手机响了起来 用脚后跟响都知道是谁 田燕 外面都是丧尸 好恐怖 你走到哪里了 我 我在家呀 什么 你不是来接我们吗 我刚要出门 网上就爆出了丧尸事件 现在小区被封控 我出不去啊 那我们怎么办 什么 你说什么 我信号不好 听不见 我果断的挂了电话 打开了监控 强子 那个臭丫头什么时候来 慈强他妈怒气冲冲 两只三角眼闪着寒光 妈的 臭婊子 居然还在家 强哥 我好害怕呀 我们要不走吧 去找炎炎 他家或许还有吃的 家里什么都没有了 饿着我没事 不能饿着肚子里的孩子 慈强的老乡 好一脸无辜的样子 好一朵白莲花 我看了都心疼 我边吃着薯片 喝着汽水 听着他们边把收拾好的东西 又重新放回去 边恶毒的骂着我 哭什么哭 有什么好哭的 我爸不是去找吃的了吗 中午刚吃了饭 就听着他们有动静 我赶紧看了起来 强哥 我饿 你摸摸你的孩子都饿坏了 说着女人就拿起池强的手 到处乱摸 眼角还来了个wink 我去 都什么时候了 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池强满脸猥琐的摸着女人 顿时无比享受 妈 家里还有吃的吗 栗子饿了 中午不是给他吃了吗 就这么点东西 你说怎么办 想的什么馊主意 和炎炎要什么房子 现在好了 我把所有的吃的 用的都清理干净了 走不了了 都是那个贱人 池强突然变得猙獰可怖 握紧了拳头 快给那个贱人打电话 把他骗来 然后把他吃了 在那边门外的这些怪物 池强他妈咬着后槽牙 恨不得现在就吃了我的样子 我隔着屏幕 听到这些恶毒的话 仍不禁一阵害怕 炎炎 我想你了 你那怎么样啊 有吃的吗 要不你开车 带些吃的来看我 渣男改了副嘴脸 立马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也很担心你啊 可是现在外面都是丧尸 我出不去啊 谁也不知道发生这样的事 我家也没有吃的 我看视频里 好多人出去找吃的 都回不来了 太惨了 只想看了眼时间 猛然想起外出 找食物的他爹 气愤的挂了电话 恐怕早已经成了 丧尸大军的议员了吧 丧尸爆发的第三天 我从视频里看到 他们已经组成了 一百多人为一对的组织 黑压压一片 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行走 如果发现了一个人 他们立马变得兴奋无比 像猎狗一样撕碎人的身体 发出嘶嘶的叫声 享受着嗜血的快乐 太可怕了 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盐盐 吃饭了 你的最爱 火锅 桌上摆着满满的食材 都是我爱吃的 吃完饭 无聊的我打开监控 看着池强一家狗咬狗 强哥 三天了 家里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怎么办啊 白莲花略带哭腔 还是楚楚可怜 吃吃吃 你就知道吃 家里什么情况 你又不是不知道 池强他娘狠狠地翻了个白眼 妈 我看你自己在吃什么 怎么不拿出来和我们分享啊 什么 娘 家里还有吃的 赶紧拿出来 池强葛优瘫的身体 立马来了精神 强哥 我们去厨房找 你们 你们要干嘛 反了你们了 不许去 池强他娘摆了个大字 横在厨房门口 儿子啊 你可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啊 妈生你养你不容易 好吃的 好喝的妈永远都是想着你 我才是你的亲人啊 你怎么能听信一个外人的话 怀疑自己的母亲呢 老太婆突然贪坐在地 手拍大地 哭得撕心裂肺 我不禁拍手叫绝 奥斯卡小金人不给你都可惜了 说着 他目光伶俐地看着例子 儿子 你交的女朋友都是什么东西 那个贱人骗走了我们的钱 还忽怨我们住什么豪华大房 现在杳无音讯 这个贱人挑拨咱们娘两个关系 咱们干脆把他吃了的了 强哥 强哥 我肚子里可是怀了你的孩子 我们还要结婚的 我才是陪你一起到老的人 你妈都这么大岁数了 口口声声说爱你 那更应该把生存的机会 留给年轻人啊 异于点醒梦中人 池强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转头看向自己妈 老太婆一脸惊恐 不行 不行 我可是你妈呀 池强和栗子把老太婆 关在了一间屋子里 去厨房找出一些吃的东西 强哥 我要是有这么多吃的东西 一定先紧着你 怎么能自己一个人吃毒食 我终于知道 池强张嘴说瞎话的本事 是和谁学的了 看着他俩腻腻歪歪的样子 我赶紧合上平板 上一世只有我池强和他的相好 他俩一致决定 把我扔出去解决食物紧缺问题 这一生风水轮流转啊 池强对自己的妈都能置之不顾 真是再一次刷新了我的三观 第四天 水电正常运转 网上不断更新的视频 视力感染的人越来越多 街上除了这些怪物 已经很难看见活着的人 世界一片生灵涂炭 这些怪物拖着疲惫的身躯 有的已经双脸 局部腐烂 像无头苍蝇似的寻找着目标 网上发出一些身穿迷彩服的军人 和丧尸英勇斗争的视频 他们拿着冲锋枪对着怪物突突爆头 外面也时常有爆炸声 是集中处理丧尸发出来的 一开始我感到害怕 慢慢的也就习惯了 网上还有很多战士 为了救人而命丧尸口的视频 看得我泪流满面 不禁又想到了自己上一世被咬的感受 都是跌生痒痒的 他们在大义面前 选择牺牲自己保全更多人的生命 没有什么比这些英雄更伟大的了 一 第五天 我本来都不打算再看渣男那家人的笑话 石墙的电话却打过来 贱人 你他妈在哪呀 把我的钱还给我 你不是带我住心房吗 来呀 老娇饿死了 你满意了 是不是你一手策划的 是不是 石墙不装了 受性的一面展示的一览无鱼 都要饿死的人了 要钱还有什么用 石墙啊 你知你为什么这么惨吗 因为你太贪了 我再也不想和你说话 听见你的声音 我都想吐 想找我要钱要房 那看你有没有活下去的命了 再见 我潇洒的挂了电话 把他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拉黑 感觉心里一阵痛快 终于出口恶气 打开平板 他们三个骂遍了我祖宗十八代 我呵呵一笑 津津有味吃着辣条 强哥 我已经饿得走不动了 饿得出现了幻觉 妈 你说 是不是还有吃的 是不是 你还要留着偷吃 石墙两只胳膊狠狠抓着 他妈的身体用力摇着 对对对 我有 老太婆被摇得要散架了 嘴里直说他还有吃的 你把他杀了 我就给你拿出来 他妈指着栗子 狠毒阴沉 强哥不要啊 我可是怀了你的孩子 啪 一声清碎的声音 老太婆狠狠甩了栗子一巴掌 我紧紧盯着屏幕 眼睛都不带眨一下 好戏开始了 两个女人顿时揪了头发 后撕起来 这场景比冲了什么某奇异的会员还劲爆 石墙 你有没有良心 我把我家房子都买了给你投资 孩子也给你怀了 你妈凭什么说杀我 栗子指着石墙破口大骂 白莲花发怒了 终于人形毕露了 持墙一把掐住女人的脖子 我妈说的对 只要我活着 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 栗子满脸通红 眼看就要出不上气 持墙他妈拿了一把刀递给持墙 杀了他 我们就有吃的了 老太婆两眼放光 朝着栗子扑来 栗子趁持墙拿刀砍空戏 不知道从哪摸出一把匕首狠狠地插进持墙的小腹 然后转头朝着大门跑去 这个贱人 持墙捂着血流不止的伤口 惊慌不已 这时老太婆一把抓住已经跑到院子里的栗子 拼命薅了她的头发 栗子也不是吃素的 反手甩了持墙他妈一个巴掌 一脚踢开她 持墙颤颤巍巍的也来到了院子里 这套平房院子并不大 栗子使出最后的力气大喊起来 朝着院子里的铁门跑去 持墙的血染透了她的衣服 她忍着剧痛拼命地追着栗子 就差一点 栗子的手就要打开大门 被持墙一把抓了回来 门外已经传来无数丧尸的挠门声 持墙吃力地抓着栗子 不停地抽打着栗子 见人 让你跑 让你同老子 栗子仍然不停地叫着 老太婆跌跌撞撞地过来 想要捂住她的嘴巴 嘿 持墙你以为我真的喜欢你吗 不过是看你找了个有钱的女朋友 你以为我会给你怀孩子 你做梦吧 哭喊声 打骂声 响撤了整个院子 院子的大门被撞得已经摇摇欲坠 喷的一声 踏倒在地 一尘丧尸像一阵风一样冲了过来 栗子的嘴角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 她这是死 也要拉上这两两天被 同样作为女人 我情不自禁地给她点了个赞 视频里传来的场面 血腥极了 三个人很快被撕咬开来 我默默地关上了平板 心里泛起振振的恶心 想着这几个贪婪的人 还有最后的结局 一阵唏嘘 我的心里也并没有那么开心 反而很沉重 在恶劣的环境里 人类丑恶的嘴脸暴露无遗 详细我爸说的 漠视之下 最难防的是人心 看完了 洗洗手 帮忙做饭来 今天咱们包饺子吃 老爸悠悠的声音飘了过来 我整理了一下情绪 赶忙去厨房帮忙 丧尸爆发的二十天 已经彻底断水断电断网 幸好我们家什么都不缺 我喝着鲜榨果汁 坐在玻璃大平层的摇椅上 眺望着远方 丧尸爆发的两个月 我上午看看小说 下午刷刷剧 一样安全 我猜他们根本闻不到 人类居住的气息 有时在监控里 能看到一些人拿着武器 撬别墅群外围的大门 最后都放弃了 有的人说 都是一些烂尾楼 里面又没有人住 又没有吃的 就离开了 日子一天天过 距离丧尸爆发已经三个月了 我们院子里的蔬菜 已经长出内叶了 再过不到一个星期 我们就有新鲜的蔬菜上火锅了 我高发的合不拢嘴 我躲在我爸 给我打造的象牙塔里 躺得不能再平了 外面的血雨腥风 炮火硝烟仿佛和我毫无关系 不知不觉 丧尸爆发已经多半年了 又是一年年末 本来该家家张灯结彩 团团圆圆的日子 这个城市却一片黑暗 我和爸爸包了饺子 炖了一锅西红柿牛奶 开了瓶红酒 拿好了遮光帘 点上蜡烛 简单的庆祝新年 爸爸 我们一定会活下去的 对吧 嗯 一定可以的 GJ一直在努力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 这场灾难就会过去 我们就会过上以前的生活 归女 给你讲个故事吧 你还记得上一世 你前脚走了丧尸爆发 你被困住了吗 记得呀 不知道为啥老爸 突然说这个 其实我还蛮抗拒这段灵事的 我出去找你了 结果路上被丧尸围攻 和你一样 被咬死 重生了 我临死的时候就想了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这楼我不卖了 我只要我女儿活着 爸爸的声音微微哽咽着 我已经气不成声 原来前世今生 爸爸都一样爱我 爸爸 我 我错了 我忍不住的嚎啕大哭 好了 我收起了眼泪 和爸爸开开心心的 吃起了年夜饭 这一晚 我失眠了 大平层的阳台上 我看着破晓的光芒 刺破黎明前的黑暗 是啊 黑暗已经过去 光明还会远呢